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要重视在死前引导 就是他还没有死 医生说快不行了 这个时候的引导 引导什么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有六道轮回 如果是有佛教信仰的要教他念佛法 持明念佛 那么因为这个时候他人已经昏昏 但是他的神是不昏 那么现在还有个条件就是 放念佛机 就是你自己没有时间 老在他耳边念 用这个念佛机 放要是佛的名号 放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么劝他 这个往生极乐世界 发这个愿 因为不发愿他去不了 那么即便你放这个名号 他也去不了极乐世界 但是我们在地藏经中看到 一旦亡灵在生前 一句佛号入耳 消无量劫重罪 就是你帮他 消了大量的业 还了大量的债 所以这个活着的时候 帮助亲人很重要 有的人说他没有信仰 人家信基督教什么 好 那就放耶稣基督的东西 他信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也会用他的光 来帮助亡者 不必要指示我们 人家信耶稣 全家信耶稣 你在那放佛号 你欠揍不欠揍 不要那么执着 这个只有佛能救人 谁跟你讲了 耶稣也是圣者 对不对 他是伊斯兰的 你放伊斯兰的那些祷告 那些颤慰文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他的神识不明 然后死的时候 都可以去天国 那么所以我们这些 认生命实相者 心胸是广大的 不要拿自己的宗教 去套人家 去障碍人家 这是一个错误的 一个念头 一定要尊重人家的信仰 用人家的信仰 去帮助人家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